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不行 我几点了 明天吧 对 空白了 什么情况 没事 是 你那我都不认识你了 什么人 你是王先生 是 肯定得想起来 也不只这样吧 咱们找个地方想谈谈 我算就在这上面 我还是找个供应场的 可以 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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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板 我给你料到 好 再陪你料到 大方 你接下来 我能不能收 你是吗 我说你 我说你 就 我说你 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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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 En 但是我们还得征修一下 我们老板的意见 多大点事就吃个饭吧 这么多请吃一个饭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后天当天的外汇卖入卖出平民牌价 美员的汇率是 人都走了还演戏啊 走了 老板 老板 刚才谁打电话啊 还是那个秘密你去报人 他跟我说 让我在王国阵的人面前也信 你说齐了怪了 怎么咱们干什么事都知道 听声音啊 感觉到很耳熟 你好 你好 我叫刘迈 刘大志的女儿 请坐请坐 谢谢 我想见张向东副市长 张副市长现在正在开会 什么时候开完还不知道 要不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呢 不行 这件事情我必须和张市长单独面谈 或者你可以另约 我待会转答 好 事情很急很大 请务配转告张市长 他知道我是谁 好的 那我等您电话 看来这个贺北生 确实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人 这段话 是能不能钓上这条大鱼的关键 那这个饭局 有约必复 一切小心从事 不过这个王可知太狡猾了 一点儿披露都没有 是啊 老奸计划吗 今天这个事 就算正式的我原来的判断 地点让对方愿 一旦定下来 你们立刻到酒店就去准备 嗯 老板办算 就是细思 哎 老板 你说明天我们请他们吃饭的时间和地点 怎么定格合适啊 这托托 撑钩子鱼不能马上出现 这溜着它 这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哎 罗总 我觉得 我们约他们吃饭的时间和地点 应该由你来定 我建议啊 找一个烧钱的地儿 这样选得我们气宇不凡哪 烧钱我可不会 烧饭还行 不过说真的 这次我们的饭局最好安排在后天中午 地点由他们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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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们会不会做什么手脚啊 觉得 英子说得对 芒果质疑性很大 如果咱们定个地点 它会找借口改时间改地点 老板 这是你由相亲发来的邮件 我帮你打印出来了 一封是梅嘉丽善我发来的 还有一封是长队刚才发来的 过一会儿你们这几个人全部出去 给我出去调查一个人 您说 刘大志 对 这不是前段日子死的那个什么著名企业家 你们查一查 他和刘迈是什么关系 记住了 不要接触刘迈 不要开车打地去要快 好 然后再给我们 你帮你帮我不要擅心 你帮我走 很密切 再帮我查一次 好的 喂 好好好 知道了 老板 阿史和阿明把刘迈的底都查清楚吧 马上就回来回报 好 老板 我觉得没家里这封邮件有点意思啊 有点什么意思啊 怎么 他把骗税的七个环节 还有犯罪手段 以及防范措施都写得非常地详细 让人觉得他好像做过骗税似的 人家是室友协验高材生吗 反正我觉得有点蹊跷 他如果不是唐一炮弹 就是我们的同盟军 英子 你结论下得太早了 说不定 说不定啊 就是彭丽之间提得起来 既然你跟他关系那么好 你干嘛不约他出来聊一聊 探探口风 像他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不可能对骗税一点都不了解 你 英子 不是 英子 我觉得吧 人家没有那个责任和义务告诉我们 到底谁是骗税分子 再说他也不知道老板的真实身份啊 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 好的 那我对骗税分子 你只是想说 还是上次那家餐厅 六点 不见不散 回报一下工作 坐 余光石和柳大志是大学同学 余光石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背景啊 我正在秘密调查呢 还有啊 余光石和柳家关系确实很不错 尤其是柳大志出事之后 对他们母女俩很吃照顾 陈队 我先把最近的工作 放在网克芝水上 网克芝 关于有事我先走了 余总 嗯 喂 有什么情况 及时通知我 嗯 干嘛去 应酬 没开车 酒少喝不了 好 老板 她是柳大志的女儿 确切无疑 是急救中心的医生 跟姓赫的那帮人 半点关系都没有 好 你约一下你和姓赫的 订一下明天的饭局 第一点嘛 老女儿 好 时间你和他们商量 那 我是往什么时间协商的 当然是对我们 越有力的时间 越好嘛 嗯 好 我再去安排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吧 我助以休息啊 我也想吧 你现在眼睛伤你是知道的 忙的时候 生意一旦接一旦 都是没法缺缺的 其实这么晚了 我的身体要紧 我们是东江自带的 万马出口公司 我们有出口权 需要完成 好目的的出口权 好目的 卫生 我不知道 现在东江有多少个片水分子 震撼中盯着你呢 你要小心点才是 所以我要谢谢你再给您接 来 怎么办 来 进来 妈 吃饭了呀 妹子 马上就来 你知道吗 当我看见那个影视之后 我真的像你 里面写得太直接 这个像 就像是 做过片剧生一次的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 我在蓝莱大社的经理 只是个业余兼职的工作 那你的正职呢 我是蓝海公司的下船部副总 就你父亲的一个公司 不是我父亲的公司 是我父亲工作的单位 我父亲是那个公司的副总 只要负责出口业佛 他现在年纪大了 我不忍心看他死出动我 就把那些单子都接过来做了 可像 业佛量不是很大 是啊 没一年 就做那么两笔万秒神 那肯定效益不太好 不说这行吗 王可知的人 喂 你好 你好 是秦先生吗 我是秦志 您是 贵人都忘事 我是阿水 咱们见过的 水哥呀 怎么着 找我有事呢 饭局的事 地点已经选好了 晚上六点 你和罗总是不是方便 吃饭没问题 不过今天晚上肯定不行 罗总晚上有个商务聚会 不能缺席的 好 好 我一定转告罗总 好 拜拜 好 拜拜 文哲 你现在可以去当秘书了 赶紧通知老板吧 你现在可以去当秘书了 赶紧通知老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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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f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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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的这个番茄不要去那么多人 阿民阿水跟我去就行了 是 丁龙啊 你去查业查王长平 一定要谋清楚 看他跟个姓罗的做过什么生意 好 明白 好 封头准备吧 我见了梅佳丽 有两个问题结果的总是 你说 第一 他也做外貌生意 第二 他好像知道我在狱总会的事 东江外来人口很多 什么人都有 遇到什么事要冷静一点 弄不好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 热静 突然 热静 小李 如果我的调子我看见了 这样你给我找一个背景医院的 能够说话的地方 您跟刘麦联系 你亲自开车把刘麦带到那个地方 到了之后 你打电话告诉我在哪 是 你明天能不能抽出时间 怎么了 妈 我想和你一起去墨地 看看你爸爸 喂 你好 张副市长要见你 我十分钟以后去你家见你 好 妈 我也及时要出去一下 谁的电话怎么又要出去啊 急诊加班 妈 我走啊 注意点 嗯 现在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程队 有件事我不得不提 叔 一个我们一直无视的人 现在对我们影响越来越大 你是说刘麦 这次的任务不必广场 招呼我们是 查了编税 甚至逮捕他 这都很容易 关键是我们要弄回 被他骗错的机会过谁 下轮相逢 外媚要出一点小事的话 那就可以公败垂成 这事怪我啊 我没看好的 以后我肯定会注意的 千万要关 防止夜长弄多 这个啊 我就拿走 谢谢你的资料 只要我爸爸的案子能破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相信我 你爸爸的案子一定能不破 这个东西 还有谁知道的 就你一个人知道 到此为止 这个事情 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 莫过你母亲 好 来 电脑里边 有关这个的文档 我已经删掉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你尽量的少出门 尽量的少跟第三者接触 为你们的安全 我的手机号码已经有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好吧 好 那里 你带他 那六位 直接送到家里去 好的 好 再见 再见 借了 是 她是跟我在一起 好 好的 我们十分钟以后就到 情况就这样 这个柳麦怎么搞的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个在电脑里边那个文档呢 我已经删掉了 交给你们 你们妥善处理 长毛 这个事情 你有个责任吧 是 我有责任 我们专案小组也有责任 这个 余莉莉 美嘉宁 还有王可志 这三个人必须彻底彻查 你们不管发生什么蛀丝瓦剂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不能再出任何插错了 老板 托判好了 我们的出口手续都没有问题 那沙子和张雨菲谈动的那个事呢 除了真子水发表 其余的文件全都销毁了 那个张雨菲根本就没有出口指标 只是个小骗子中介飞的骗子 只要我们没吃亏就好 我问你 张雨菲开的是多少 四百一十二万人民币 那出口无度不是五百万美元吗 对 出口手续咱随时都能办 麦子 妈 这么晚怎么还没睡啊 你们回来我不放心 睡不着 妈 妈 我不是他人吗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最近加班累不累 手术顺不顺利 还好我还那样呗 过来妈妈给你安安剑 麦子 你从小就是个倔脾气啊 你从小就是个倔脾气啊 谁的话都不听 主意有大 吃了亏也不知道吧 妈 以后不会了 以后 我会乖乖地听你的话 好好地照顾你 明天我陪你去看爸爸 好的 我看爸爸 长毛 你给我出来 我说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呀 明天 明天还能说吗 你吃枪药了吗 什么呀这是 调派通知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我哪有大本事呀 我一小警察 我能控制了你们报社呀 你少在那儿跟我装算 我又不傻 有些事情我不说 并不代表我不知道 长毛 你要是觉得我余丽丽碍眼 你大可以告诉我 我走 我滚 我滚到远远的一点都不妨碍你 你搁头着这样做吗 你听我说 余丽丽 你这一路不疯我 我滚到你干嘛 你这路不疯啊 我滚到你这路不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承论 就是那个人 房长 前几天我找实力领导的 问了一下大事的案子 他们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同事 你也别着急 一生 你有说些吗 我要在这儿陪陪大臣 陈伦 余光石 柳大师 温自宁 是大学提醒吗 是同班同学 学的都是化工专业 重要的是啊 这个余光石和温自宁 以前谈过恋爱 你怎么看 我是想顺着情查这个方向侦查 但是现在 别说证据了 就是往这个方向查的线索走连 我一会儿啊 可邦可是有个犯局 我们先走了 是你们罗老板跟王河之有个犯局吧 你是下属 得搞清楚身份 我醒内住 小心点啊 来了 怎么回事 前几天我路过医院去找你 说你辞职 你这么大的事也不跟你妈商量 李叔叔 我现在实在没什么寻找工作 我马上回去 我马上回去 好 我马上回去 宝贝 宝贝 我有点急事先走了 好 好 最近我就找 applause 我马上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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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过 我马上回去 或者你女生 可以 asvi 很安 所以就在 Facebook 你自己也能找不到 我没有 Tipp 我 我马上回去 你那我 好 。 老板 网考之他正在跟一个刚到东京的贸易公司接受 准备跟腾做生意 什么公司 号箱叫东江贸易 老板叫什么 老板是个女的 叫罗盈罗 你跟这个公司有个接触吗 上个星期刚和他们做了个小生意 不过可是瞒着网考之做的 票额也不大 小生意 小外快 小林啊 今天身子不少 你先回去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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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余叔叔和爸 是不是特别好的朋友 是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问这个干嘛 我真羡慕你 有家庭 爱情 还有朋友 这什么要紧的事啊 非要当面跟我说 那个您坐您坐吧 情况是这样 柳大志的女儿刘麦 对柳大志的案件 好像知道一些线索 是吗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喂 什么 你今天抽个时间 叫上长毛 到我这儿来一下 有些情况 我们得要研究一下 很急吗 很急 越早越好 好的 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啊 好 好 老板 阿明出来了 下长 王老板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管我们是怎么相识的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来 我们大家一起喝一杯吧 来 来 刚才 罗老板提到我们的相识 其实这实在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是不是啊 王老板 您处理意外事件还是很得体的 气度不凡啊 就我初不了解 你们的公司主业 应该是搞进出口贸易的吧 是啊 那咱们今后啊 有合作的可能 喂 老板 回来一下吧 你生意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我先走一步 生一份美丽的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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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接个电话 那么多的电话 那你快点 我在餐厅里面等 嗯 嗯 喂 你好 有妈妈 我张向东 张副事长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 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嗯 你说 我问你 最近几天 你们见过余光师吗 余叔叔 他今天上午还陪我们一起扫褲呢 怎么了 那你们聊了些什么 那你们聊了些什么 也没聊什么特别的 都是一些平常说的话 有什么问题吗 嗯 是这样 以后 他要再跟你 或者跟你 请有过节目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告诉你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就会破你父亲这个案子 哦 好 那就这样啊 这些号码我都查过了 号段全部都在裸降池 哎 这个匿名举报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个号码在哪儿 汪华路路口 不远 罗老板 这么年轻 竟有如此的破裂 腰杆子一定很硬吧 那也不能总靠着 也有单打独斗的时候啊 以后还要请王老板 多多指教啊 谦虚 谦虚啊 谦虚得好啊 吃得开 这个贺老板 就有些不对了 他把你留在这儿 他跑了 多大的生意嘛 能老婆都不管吗 王老板 您不知道 我们家北生啊 他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主 哦 那这是好事啊 今后啊 我还指望着从罗老板这里 多接交一些朋友呢 没问题 嗯 来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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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93 następ 来了 来 离门 离难 第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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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处找你 所以啊 这不是向你来报道来了吗 你看看你 怎么变得婆婆妈妈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除了这张脸 我哪儿都没变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才变成这样 是林冰的角色 擦我 草 如果 我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知道我孙子的一张 往后一切 都能去世主 在这儿说 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都放了下来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东江市唯一一个可以给假睡到的 怎么样 咱们两个联手 把他们一网打尽 好 还有 现在东江做假睡的最大的一条 你知道是什么 鱼光蛇 鱼光蛇 我长蒙啊 根据GPS卫星定位显示啊 王可知的三台车 已经全部集中在他住的别墅附近了 这就说明啊 根据今天发生的视频啊 他们正在研究对策 长队啊 王可知身边有拍票人 你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 他叫王朝明 又有新情况了 想有情况见面再说 他的照片啊 我随后发给你 好 那还有啊 长队啊 张副市长 让咱们下午三点到他办公室去找他 好 好 我会提前十分中道 好的 再见 从今天这个事情来看 这些人都是做个大事的一件的大厂 头脑都很不简单 咱们要特别地小心 别被重当前 把我们的脑袋都给绕进去了 老板 你说怎么干 老板 我们倒听你的 好 张敏达 这次你帮我 我笔行价高出两成给你 那谢谢王老板了 当我们的条件 从现在开始 到完成这一单 你不能再接任何生意 成交 好 阿米阿水 你们俩准备联系和北生 再来 你再给你 我奸 红组 你不应该要收工 你不想要收工 你得让人觉得这贺老板是你的小白脸 对 对 英子 杰子说的有道理 既然就是演戏嘛 今晚真的演 要不然就演砸了 明白 还有件事我要跟大家通过戏 以后啊 会有一个叫王长明的 来和我们做生意 到时候大家配合一下 王长明 什么人 怎么配合 至于什么人怎么配合 等我回来再说 对了 王国志那边有什么消息 及时通知我 好 老板最近老神神秘秘的 让你们俩都来 是想研究一下 柳大志的案子 好 之前有一个人你们得认识一下 这是他的背顶资料 余光石 他有问题 他确实有问题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准确的情报 他是三门东江 隐藏最深的骗水线一轮 谁的情报 赵市长 刘孝飞出现了 刘孝飞 老板 那 看样子 王长明是被王可之软禁了 可别我先让办法联系来 不用 有机会他一定跟我联系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 而是那六百公斤的缺口 我都没有想到 新长之少到 还得去 一定要快 现在看来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北深 你怎么看 大的方向不会改变 他余光石不是对我的进出口全感兴趣吗 那不妨将进就进 我想他不会很快地露出狐狸围望 总得要试探一番 我和罗英 准备好好的会会他 老贺 这英子他能行吗 他只要跟梅嘉丽做朋友 就会有办法摸出他的底盘 可梅嘉丽也没那么笨哪 是啊 他没那么笨 他是一个聪明人 那么一个聪明人 没犯那么大的错 老贺 你这算是拯救 坐啊 常队来 快请坐快请坐 好嘞好嘞 余总啊 真是对不住啊 这段时间啊太忙了 所以就没抽空过来拜会您 为这个事啊 张副市长还批评我了呢 张副市长批评您了 那我太过意不去了 关键啊 我跟大志的感情太特殊 我比较着急 批评批评我是应该的 再怎么说 尽快侦破刘大志的案子 那是我的职责呀 对不对 对 我今天过来呢 就是想再问问您 关于这个案子 您能不能再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常队您放心 但凡我这儿有一点线索 我都会主动找您的 毕竟我跟大志 二十多年的感情啊 哎 常队啊 我想起了三个月之前有个事 快点进去 谁叫柳大志 您有什么事啊 欠我的钱 什么时候花 你是谁啊 我是谁 用你问吗 你这人太奇怪了 你连柳大志是谁 你都不认识 你不讲道理啊 你是不是来蒙事了你 少废话 给不给钱吧 三万块钱 少一分都不行 哪儿护了 后来大志叫了两个保安 就把他拉出去了 那这个人 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明显的特征 这根面目很凶 组里还是有力啊 有关虎头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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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右臂 这个不会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个虎头纹身 虎头纹身 能不能停止 不让他掉下车 那我们都会有队子 也不会有队子 好好看 我们别能提到 你这些事情 早备了 整理想去 你听不懂 ithi 马上下去 作詞・作曲・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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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初音ミク 老赫 老赫 柳大志案有了重要线索 我基本上确认了 杀害柳大志的凶手了 师傅 来 坐 你还记得我上次让你看的那个 那手臂上有刺青图案的 那个死者照片吗 嗯 我当时还记得 我受过死者身上的门身 跟凶手似的凶手 不太相符 听着啊 犯罪嫌疑人素彪 绰号阿彪 因重伤害罪 被判七年有期徒刑 在本市的第二监狱服刑 前年出的狱 社会劳动部门呢 安排工作 但是不到二十天 就不辞而别了 至今这个人下落不明 他右手手臂上的刺青图案 跟你所描述的那个图案 正好符合 你看看 Eyich 阳阳 阳阳 不是基本的确定 凶手就是阿彪 这个胡图关真拥有印象 你怎么发现邪总的 是余光石跟我提供的线索 我马上查阅了 犯罪记录的电影档案 半个小时让我搞定了 余光石 我早上去他那儿了解情况 这也是我慢慢给捋出来的 程队 这个凶手要秘密侦查 否则会影响520行动计划 明白 喂 老师 什么 地下停车库 人在哪儿 我马上到 撞车的人您看清楚 那您最近 有没有跟什么人结过仇呢 那肯定是阿彪 我估计他是要杀我灭口 想想人后吧 为什么这么确定 是阿彪呢 除了他还有谁呢 我跟别人也没仇 张队长 不好意思 医生说我们余总得多休息 那行吧 余总 先这样 我下回去了 张队 辛苦了 再见 慢走 老板 怎么样 死不了 这他是谁干的 谁干的 你烦老板 你烦老板 我爸在想杀我他也报复了 我这下好了 有公安给我当保镖 他拿我也没走 你那边怎么样 地址都在印象好了 得抓紧 明白 那你先休息 去吧 看来不是假的 我掉看了停车场的监控录像 那个人啊 的确是想要余光师的命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 有人戴个帽子 而且相互有限看不清楚 比这样 你保护余光师的名誉 对他实行监控 好吧 那我先回去了 晚上有空咱们再碰 喂 何先生 现在有时间了 建议别怎么样 行啊 那咱们名品茶馆集合啊 我等你 那考到再见 喂 喂 老板 好 我知道那个地方 八号包房 嗯 材料带提药 明白 明白 怎么了 鞋子 我去给老伯特的东西 我可以送你去啊 不用 我自己过去 在家看见啊 看见 你慢点啊 老板 是不是有变化了 哎呀 哎呀 没想到 哎呀 没想到 哎呀 没想到 这个日子做得这么小 才五百万美元 哦 所以你不给他看我们其他的单证 嗯 你先调一调他 好让咱们腾入时间了 仔细联络一下 看怎么做更好 还嫌我们干得下 他们准不准还不一定呢 光有营业之道算个屁用啊 现在这玩意满天飞 对 我们约定了明天去他们公司 一看一文一查 什么都明白了 嗯 各种进入过手续 各种担政 对了 你们还要到银行去 查查他们的资金情况 一样都不能少 就怕他们那边设不准 干不一定成功 但不干肯定不成功 所以我选择干一旦下午的 还是老板移民 这叫失手 我赞同行致的意见 先和王可志做一小单 嗯 那这样 英子 嗯 你马上把咱们的具体行动方案 向上帝领导汇报一下 好的 还有 你明天上午 上银行和国税局 向他们说明情况 王可志的八十万美元 先控制住 如果他要提现和转账 让他们及时通知我们 我知道了 那大家就更忙各的吧 好 好啊 行 我也回去了 嗯 长队 你留下 喂 长队啊 新的行动计划已经确定 具体的行动方案 我会发到你邮箱里 还有事啊 长队 你上次跟我说过 王可志的合作者 那个姓孙的香港人 可以动用骗税本金一点二亿 嗯 动用的期限是十五天 对 王可志这个老贼啊 像这种小单子啊 肯定不会和姓孙的合作的 他是想摸摸咱们的底 对 我想他的最终目标 肯定是要做大单子 只是现在没有找到理想的 合作伙伴而已 是 要不然 他抓住那个姓孙的干吗 没错 老板 领导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方案 先做一小单 嗯 好的 英子啊 你回去休息吧 好 长队 你手里那个金灵 要想办法好好利用一下 金灵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 我是得琢磨琢磨 可志啊 我是琳子 哎呀 我的小精灵啊 你怎么才来电话 我打了你几次电话 你都关机了 这几天可把我累坏了 哎 你妈的身体怎么样 老初学 命总算保住了 那你现在 去哪儿 你缺钱用吧 我明天上午啊 就往你的卡上 贵十万块钱过去 那钱还够用 你最近忙什么呢 哎呀 还是老买卖 你都知道的 现在的生意难做 交头难过 钱赚多少是个头啊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就别再折腾了 听你的 干完了这大大大 我就洗手不干了 然后呢 我们出国顶居 按下后半生 那你自己可要多多注意啊 好的 再见 哎 先别说再见啊 嗯 我还有个好事 跟你说 是吗 我 有了 真的 等我回去后 让你看 让你开心 太好了 太好了 要是个男孩 那就更好 你要多保重 嗯 你也多保重啊 哎 再见 坐 太好了 是吗 哦 哦 那太好了 这一回事啊 把汪克芝的底儿全摸透了 他要干大单了 嗯 放心了 陈队啊 改天我请你吃饭啊 啊 我还有很多事 不和你聊了 嗯 好 再见 龙哥 老板叫我们在这儿 盯着他们两个出来 有没有什么作用 当然有用啊 老板不是说了吗 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 不得不防 给我盯紧了 好 喂 金子 刚才小刘报告 底笼和叉子驾车 半小时前停在三天门口 你可要注意了 别跟踪了啊 知道了 星志 咱们走员工通道 打车去购水局 走 好 嗯 怎么样 好 我知道了 老板 金龙电话 那天没有可疑的人进入 他们也没有输去 一切正常 好 老板 你跟阿弥一起去 一定要多留身 去吧 好 老板 我 你把王长平给我盯好 好 是 老板 有点一刻了 着急了 那倒不是 只是他们没有按时赴约 我想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 喂 老板 咱们出发了 车上应该是阿水和阿明 明白 对了 英子刚才打电话说 地龙他们在饭店门口监视 一会儿王长平过来的话 他们可能会有防范 没事 常队会通知他的 再说 常明的脑袋比他们好使 嗯 现在就看 咱们俩怎么配合了 好 喂 他们上电梯了 英子 今天这事把你顺的呀 才完成一半 我们赶紧去银行 走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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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水 好 橘子 把文件拿来 好 何先生 我怎么看你怎么像个老板 我过去是做过老板 是吧 但是生意无偿 随便赔大老 现在不打工干什么 这大丈夫啊 能居能生 对吧 老板 来 来 咱们谈定去吧 来 哎 王昌明来了 龙哥 王昌明过来了 哦 老板 王昌明怎么来了 是我让他去的默默的 盯着他 哦 好 明白 哎 龙哥 老板说什么 不知道老板怎么回事 让我给阿雪发个短信 哦 何先生 嗯 你们各方面的综合条件都不错 我们哪 可以合作 你们老板怎么回事啊 昨天的意向合同上写的不是五百万美元吗 怎么到了今天变成三百一十一万了 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嘛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你放心 这回肯定不会了 你说的算数吗 肯定算数 你说的算数吗 这些小买卖 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嗯 好 何先生 咱们双方填写完以后 不急于各自改账 应该还有一个程序 你 我知道 是咨询一下我们的资金状况 这个肯定是必须要走的程序 嗯 啊 贪录 呃 贪录 说吗 老板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给你介绍那五楼 呦 这不是阿水吗 你们也在这啊 你谁呀 我可不认识你 我是谁 你 你不知道我是谁 不认识我 行啊 你是隔着锅台上看我 你们是不是做事都这么不讲规矩 我说 你不要在这胡讲蛮长 我胡讲蛮缠 我告诉你 阿水 你们要是没成就算了 要是成了 我那份一分不能少 我 真没嘴啊 我那事怎么样 贺老板 我给你介绍那个吴老板啊 我靠谱啊 他根本就不算个生意人 所以呢 我就把那些材料 都拿回来了 我说 我这几天怎么那么累呢 原来是见了鬼了 你怎么说话呢 生意要做成了 你那份我少不了你 我这儿还有事呢 成 那就怎么着 当时的姓罗的没在场 那个姓赫的很浪费 王昌明的戏演得不错 你一定要把他稳住了 你刚才说姓罗的没在场 丁龙你不是一直建成当公司吗 没看见姓罗的出来啊 酒店一般都有地下停车场地在上边 那车从出口出来 你能看得见吗 我说你长脑子是干什么用的 他们的资讯证明情况怎么样 情况是这样的 他们 是这样的 你好 先生 请问你办什么用吗 你好 我要查一下我们公司的账命资讯情况 和资讯证明 请问一下你稍等 阿明你稍等一下 这个是您要的 配账单 请单位的对讯证明 请看吗 你放心 账上资金九点七五亿人民币 商业新约A级 并可做一百八四天的远期程度汇票 数额是六个亿 你没看错吧 我都来回看了好多遍了 你怎么不把他复印下来 截止他不让 我没办法 也对 他有他的道理 怪不得姓赫里 只是个马仔 还牛皮哄哄的 他 他以前做过老板 这种既伤得了又吓得去的人 最厉害 我们一定要小心 看样子这收银面又能成交了 我看 用不着等到明天 对 现在首要的问题 就是怎么能让长明 打入王可志的内部 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 让长明缠着王可志 理由呢 要中介费 不行 理由太坚强了 可是 如果王可志真的给了长明所谓的中介费 你怎么办 对啊 如果真是这样 就再没有接近王可志的理由 更别说打入内部 老板 你看这样行不行 让长队配合一下 长明呢 以王可志有骗税的行为 来威胁王可志 那更不行 长明的安全是一个问题 也会影响我们的后期行动 那我们就从王可志的行为特定入手 看看有没有办法 我觉得英子说得有点意思 变税分子最终的目标 就是金钱 是不是 应该从这方面入手 这是怎么办 阿水 迪隆 你俩复制合同 约他们下午三点 双方改账 阿明 李连信王长明 也约他下午三点 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再搅和了啊 明白 韦子 你一定把家看好了啊 午饭后 分头行动 准备吧 我听了你们刚才的意见 对啊 我现在综合一下 我们要把和王可志接触的情况 及时地通知长明 还有长明手里应该有个大单 还不能是我们手里的大单 对 咱们不是还有一套公司手续吗 我看就从这上面入手 可是那上面的名字法人是刑制 得改一下 那公司法人代表 不是改了你的名字吗 这事好办 就交给长队 兴致 用你来负责 谁当法人呢 咱们四个都不行 让长队想办法 事办完之后 你联系长明 给他一套复印件 好的 杰子 下午咱们就准备 应付王可志的人了 不说小姐 这个床的病人呢 出院了早上刚走 出院了 对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您的订阅员 您的订阅员 已经充满了 分辨 你对梵老板办我这事怎么看 我是担心 梵老板这次敢明着对你下手 说不定 他还会再对你下黑手 是 我还真没想到 梵老板竟然是个漏洞 老板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还没想好 王长明那边怎么样 他给我来电话了 怎么说 他说 王可志跟贺贝生的生意 开样子要做成了 他会盯着的 好 老板 到了 老板 六百公斤的货 已经出了两百公斤了 剩下的 会让工人们再赶工机 好 这批货干完以后 一个不留 明白 喂 文斌吗 师傅 我行进队长蒙啊 好 长队啊 你好 你好 你们余总今天出院了 对对对 我接老板出来买点东西 一会儿就回去 有事吗 长队 没什么 我是想来看看余总 没想到他不在 那你们忙吧 好好好 那我俩再联系啊 长队 好好好 再见 好 再见 看来刑警队是盯上咱的了 让他们盯吧 我刚从医院出来 我得好好玩吧 送我去梅家里去 好 老板 嗯 梅家里的电话 进 喂 梅大姐啊 你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呢 这两天我比较清闲 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 想约你和北深出来聊聊 怎么样 有时间吗 北深可能没空 他最近有点忙 我妈就时间一大把了 您说 我们一去哪儿啊 去东岸会所 怎么样 东岸会所 嗯 可以 那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间呀 反正我都有空 这主要得看 罗佐尼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家呀是北深挣钱 我负责花钱 还是由您来订吧 那行 那我做主了 就在今晚 我请你们 怎么样 今晚啊 这样吧 晚点呢 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因为今天下午呢 我约了个朋友谈点事 谈完了再跟你联系 您看怎么样 哦 那好吧 那等你空了联系我啊 好的 再见啊 你这个老同学 不简单啊 嗯 刚来东西就像儿大 那我好像 我再劝劝你 这个人呢 不能总陷在自己的回忆里面漏出来 这样对你好 其实人 都会变 尤其在经济尤其 余光石现在肯定在想 我不知身前 刚到东江就如此伤狂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将计就计 怎么着 待不住了 老板 你看啊 这票呢我也给你开了 总在你这住着吧 当我以后的财路 这罗老板的生意是钱 我的生意就不是钱了 那好 那好 我不当你的财路 但是规矩还要讲的 这您放心 多罗老板一个生意 那对咱俩都有好处啊 放心 我不会坏咱俩的事的 那皆好 那你去吧 钱我已经汇过去了 那实在是感谢王老板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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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好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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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律师 你呢 我改走 和你 没有 都不说 你怎么 Insurance 你怎么办 帮你了 Etwa 你怎么办 这次的事 没有 我怎么办 你没办 何老板 老板认为合同一切好 我们的合同都已经弄好了 下午三点我去你那儿 阿水啊 请你转告王老板 做生意不能这么不公平 双方既然是朋友 那相互之间怎么一带走动走动 你说是不是 这个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等我电话吧 咱们的想办法 进入王和之的主地 可惜我还不能陪你一起过去 为什么 上回 王和之指指赵小红揭发林门的事 你忘了 他要是被赵小红认出来 那事就大了 那我陪你去 你是老板 老板 现在 还不到你出现的时候 看来这事还挺麻烦 老板 您说应该怎么办 你再打一电话给他 说几点半就接他 老板 发一个短信是不是更好一点 聪明 发吧 来 王和之业老鬼总算明白过来了 没把咱们的大毒当傻瓜 装哪装得让人看不出来 这是最聪明的人才做得出来的 看这行都那些什么人啊 是人渣中的人精 王可之 肯定不会认为你是傻瓜的 看来双方 都在想争取大胆 如果小丹 让他这么客气得手的话 也许会引起他的怀疑 事我都安排好了 不要让别人本地接在你 免得暴露 那你的意思是说 让你的人给我送过来 对 你在哪儿 我在工商局对面的接心花园里 好 现在是查一课两点 三点钟前一切完毕 行 等你 老板 王老板 王老板 你这办公 都办到茶馆里头了 我今天办事啊 就在这附近 再说了 这地方清静啊 阿水啊 到车里去动 请坐 贺长 贺先生 剩下的事过一会儿再说 我今天约你来啊 就想跟你单独聊聊 聊什么 我知道 你对我不太难 其实我们之间 没必要走那种 没用的形式 孟老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 你在和我做生意之前 一定把我了解透露 包括我们公司的地址 对不对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凭你们那么爽 他就答应跟我做这单生意 我就知道了 王老板 有句话 你可能不爱听 说 老坚句话 爱听 过奖了 其实我们之间 都是心肇不宣对吧 对 心肇不宣 有利于咱们生意吗 喝茶 我想问你另外一个事情 你说 你认识刘大志这个人吗 你认识刘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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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刚刚死去的人 刚刚死去的人 跟你有关系啊 不 恰恰恰吧 我认识 跟你有关系 跟我也有关系 河老板 你什么意思啊 既然你说你不认识的就 河老板 咱们说话不要半遮半远的 这跟咱们生意有关系吗 也许有 也许没有 不认识刘大志 河老板 我觉得 我们应该只谈生意上的事 好好好 不谈这事了 不谈这事 这是我们的合作合同 我们已经填写好了 也盖了合同账 你拿回去看看 我拿回去先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 盖章之后 我会通知你 其他的事情 你也都明白了 旅行合同后 你们的点数 按照现在的行情走 行 人民币四十五万 我要现金 可以 河老板 我先走一步 好 我没想到 王可知竟然拿柳大志被杀了事来威胁我 这说明柳麦的行为起作用 嗯 和我意想的一样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 王可知竟然拿柳大志被杀了事来威胁我 我 点到为止 手续做完了 做好了 已经让常明的人送给常明 他现在和阿明在一起吃饭 看来常明 已经进入清空了 兴致 你晚一点给王可志打电话 告诉他签约完毕 我想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后续动作 明白 对 合同已经签了 他们刚刚来电话 让我派人去把他请回来 先做一单小的事看一看 好的 孙老板 那我挂机了 那你忙啊 老板 你找我 是 你马上到罗英那儿 把我们双方签订的合同给拿回来 要快 我要给香港的孙老板发一个Fix 明白 去吧 好 拿命 你也等一下 坐吧 坐吧 陈队 这是我们代理王可志 和香港方面的合同 你们见过港方的人吗 没见过 是阿水送过来的 这签字的人姓程啊 根本也看不出跟姓孙子是一伙的呀 那其他情况呢 王可志这个人很贼呀 最近很少打固定电话 暂时也没什么线索 谁啊 可能是阿水到了 阿水 很准时啊 肯定得准时啊 你快起来 好 老板 阿水来了 嗯 阿水 坐 这些合同 已经盖章生效了 这是你们那份 你看一下 嗯 行 那就先这样 我要管的事还多 明天见啊 明天见 明天见 来 走吧 我送送家吃 安静啊 怎么样 我估计王可志啊 明天就要履行合同 他们组合完毕 应该在明后天报关出口 这样 你明天一大早 到商店和海关 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 让王可志这批货 能够顺利地出关 我知道了 老板 您的意图 不是要和罗英 做一个大的交易吗 罗英有实力 有资格 但是 有没有指标和额度 这还两手 王昌明手里肯定有答案 你怎么知道 他可是个大前科 光凭他和罗英做买卖 他不会这么急着走 万一他有大单 可以做个替补 而且罗英如果手里有大单 和我们合作顺利的话 我们可以借着王昌明的信息 快速地周转一次 这样可以把孙老板给乐翻了天 而且这样的话 我们的利润也能够翻一盖 应该是这样 但是王昌明的信息准不准确 还得确认 那我再去跟他打打交道 你这样 你先约王昌明吃饭 吃了饭就会 对对对对对对 给他动作几个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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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再见 再见 看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有误 从常队的情报来看 王可知和孙光联合和我们做生意 是先做小单 然后再做大单 先做小单 一是试探我们 二是他想取得孙光的信任 我在那里的分析 英泽 你把刚才的情报汇总一下 向上级领导汇报 另外你再加上一句 0002计划 目前我们有百分之七十的胜算 我能提个建议吗 你说过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你认为有七成 我认为只有五成 听我的 老板 你请OK 好 你马上到楼下 把我们的这个合同啊 给相关的成立先生通报一下 不要用传证 那 你跟阿明一块去 到我们吧 用视频聊天的方式 阿明这方面是高手 明白吗 明白 你要特别强调 货物出关 就给他电话 让他把专人把贵票送过来 好 来 老板 没家里的电话 他要是又约我出去 我该怎么说啊 那就见见 喂 梅大姐啊 有空有空 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啊 再见 再见 怎么样 何老弟 这一套还可以吗 定了 他们什么能够做的 阿明 你就别挂他了 这女人做起美不 我且磨叽 你说老天端不关心 男人生下的就是赤骨色味 女人生下的就是想清楚 男人哪 拼死拼活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 让老婆孩子过得舒服 但是咱俩不一样 我没你的魄力啊 别着急 慢慢来 你看 你有你乐章这么好的关系 这生意早晚一见人打开 那 我接个电话 好 老板 王可志和罗英 约得行并且交易 好 等我回去处理 你看 这是 喂 老板 是我 找到饭了吗 好 我马上过去 好 你看 要我急事 我得先走 那去吧 好 我一会儿去的 好 我先走 好 好 这有钱人的生活啊 还真是奢侈 不过挺舒服的 你看看 看看我的脸有没有嫩一些 你看我一眼啊 我在开车呢 你们就谈谈这些啊 初步完成任务 他约我周末去逛街 对 不过老板 你得给我点活动经费了 要不然我出门太寒丞了 没问题 你就不害怕我亏太你的隐私吗 只要你能圆满完成任务 怎么都行 童 cent 煞把 就得上来 陈老板 你做事太不规矩了 你跟着什么意见说什么 看我能不能帮手 告诉你 我也给公安局打了电话 点了六百公斤后 足够让东江刑警队 那个头疼功的 徐老板 我在那里等你了 我听着公安把手疼的 就是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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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是多疼的 给我自己搜 好 强队 快看这儿 看来是碰到大家伙了 好家伙 这么多 把毒品封锁取押 马上找到这个房子的房东 是 好家伙 来啦 成队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毒品 你看这刀口眼熟吗 好像是柳大志和春艳的犯罪现场 难道是那个阿彪 他回来了 哎呦 长毛 什么 我看你 你已经是很大的事了 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的心情 那些人都会有什么事 你这些人都能够伤他 有什么事 你这些人都能够伤他 你这些人都能够伤他 还是毒瓶 别愣着啦 自己给我搜 是 你这么急着找我来是想告诉我 柳大志的死跟毒瓶有关 很有这种可能 从作案手法上看啊 杀害柳大志 春燕 还有今天晚上这两起案子 应该都是同一个人所谓 你看啊 我从街道群众报警 到组织警力 赶赴现场 我只用了四十分钟 但是我到了现场呢 自毒工厂已经没人了 紧接着呢 群众报警 我发现了这两名死者 然后呢 又有人报案 我发现了第三名死者 而且呢 这两起案子呢 在现场上 我都发现了K粉 死者的致命伤都在这儿 如出一辙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 这些案子 都是阿彪干的 另外一种可能 其实有人想把咱们的视线 往阿彪身上给 你是说还有第二种可能 毒品案和税案 有可能是谁也离不开谁 照你刚才的推断 柳大志特死 有可能跟毒品有关 老贺 你这扯远了吧 这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案子 那我问你 毒品最盈利的环节是什么 最重要的 流通啊 那么流通需要什么 需要的是运输 而恰恰贸易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运输 老贺 你再说清楚点 我没听明白 我再跟你说到直白一些 如果有人想用 异货贸易这条旗道 夹带毒品走私出境 很难被发现 你再去找一下余光石 问他一下 柳大志跟阿彪到底有什么恩怨 不是 老贺 我这死了不少人了 这时候哪有时间顾得上他呀 你看你又闹情绪了 不是 你这东扯一下西扯一下的 我 我根本整不明白吧我 我会让你明白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告诉余光石 对他下手的人又出现了 让他注意安全 是吗 嗯 还真是个问题啊 唐队长 你看我的安全问题怎么莫障 余总 您要是认为 需要人保护的话 我可以申请派两个人过来 不 不不不 不用了 这样太麻烦了 柳大志和阿彪的恩怨 除了上次您跟我提的钱的事 别的您还知道什么 嗯 别的就不知道了 柳大志就没有跟您提过阿彪吸毒 嗯 阿彪吸毒 我真不知道啊 他说跟 这个吸毒跟柳大志有什么关系吗 嗯 行吧 余总 这两天呢你多注意安全 好 需要什么或者想起什么 徐师傅打电话 好 常理长辛苦 您休息吧 慢走慢走 老爸 这次能梦过去吗 暂时还可以吧 那我们的货怎么办 六百公斤全没了 六百公斤全没了 重新找地方 映着风头 灯下黑 他就这么跟你说吧 对啊 我看余光市所干的事啊 不是骗谁那么简单 你是说余光市很有可能跟毒品案有关的 不排除这种可能 老贺 你这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吧 我会让消费关注他们 不是 喂 是我 好 好 我马上回去啊 哎 老贺 制毒工厂的房东找到了 我得先回去一趟 好 我先走了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也没干 我要知道他们做这种事情 这钱打死我还不敢赚呢 那你记得住房人的模样吗 是个女的 模样 模样 模样我记不清楚了 行了 没事的 你回去吧 好 那谢谢啊 一会儿找个人啊 让他画个模拟画像 我知道了 长队 我倒觉得 刚才你说的贺组长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啊 我看你直接去抓案组得了 跟着我有什么前途啊 长队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不是又想自己查案 长队 对了 说了你别不高兴啊 行了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呀 还是按长队给我走访 我先配合完抓案组的案子 这东江还见了鬼了 什么案子都跟骗税有关 还真是 还真是 这要是个骗税和贩毒相结合的犯罪集团呢 有什么 骗税跟毒品相结合 相结合 相结合 老哥 兄弟再敬你一杯 嗯 你看 我的话可出开了 你也知道组结合 您要的并不合适 对不对 合不合适的 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做事没这样的 你们不合规矩 还怪我胡搅蛮缠 是吧 我就 来 王哥 行 来来来来 我陪你再喝一杯 安明啊 你知道我 我为什么请吃饭 愿闻其想 你们那个事的总额度 才三百来万美金吧 哥都瞧不上 你是这么知道的 我是谁 那个 你那个 签合同书的时候 我就那么一进去瞄一眼就够了我 我都说你是老手了吧 这挣钱的买卖 谁不想做 如果你要是 把我这个中间人当回事 事成之后 你们才给我四万 那还是人民币 是吧 可你们心里情愿吗 不情愿吧 要钱不要命的事 哥不干 不干 王哥 你这话可说远了 一点都不远 这个谢莫杀驴啊 过河柴桥呀 这种故事啊 可能跟你讲一天一夜啊 不成呀 今天都住在一起了 我们同喝一瓶酒嘛 就得往一块儿聊 你说对不对 来 对和不对 你都说了 你们既然瞧不起我 我也不能热脸贴你们的老屁 我呢 做好事儿 白帮忙 临了呢 还请你们吃饭 咱们呀 好聚好散 这钱 小钱 散碎银两 哥不挣了 不挣了 不挣了 王哥 口气可不小啊 也不大 关键呀 是你们的本钱太小 太少 好 哥看不上 看不上 听王哥的口气 你教的人可都是大手笔 大鸣 你学话了 学话了吧 来 王哥 干杯 教了啊 干杯干杯 来 晚上 我反正是喝了不少 有没有没说到的 或者说是说冒了的 我也不知道 你就不能少喝点 我只是想让他们觉得 我是酒后土真言 让他们这帮家伙相信我 和王可知的合同全都完成了 我估计 他们明天出货 可能很忙没时间找你 我也是这么想 那你说 咱们下班怎么办 是你进展的顺利吗 我估计这帮家伙 正拿着我的皮包抚印件 欣喜若狂呢